第一个,请各位自行到部落格上面做签到 然后上面也有蛮多东西文章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也稍微看一下 然后签到完之后,会在我学习签到部 因为我这个表单其实就是用Google表单做的 Google表单里面一样,就是跟刚刚那个问卷一样 做个表单,然后让各位填 填的这个大小,我是把它刻意缩小 放在我的部落格或网页里面都可以 你们填完的结果也会到哪里?到我的云端这边 OK,然后我把它打开来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签到的记录了 那我是按照这个排序,是按照Z到A 就是按照时间嘛,那你们填的资料就会到这边 请各位注意一下,就是你签到的时候 尽量还是给我完整的讯息 包含就是学号加上姓名 OK,比如说像这个31号同学 有来吗? OK,那记得,还有这个几个同学 尽量就签到的时候,签完整的讯息 还有随便逛逛 今天没关系,今天主要是第一次上课 所以大概如果你刚开始有些细节没注意到 大概都可以接受 那不过之后的话,请各位尽量给我比较正确的东西 那我会把这些记录放到我这边 把你们的学号抓出来 然后再利用con if的函数去做比对 比对出来的话,就有几个同学没有签到 第一位是陈费雨有来吗? 没有,OK 李品威有来吗? 你有签到吗? 还没 那表示你有来,但是你没签到的话,那怎么办? 因为每有签到一次一分 但如果你有来,但没签到的话 那我就给你0.9分好了 OK,等于是小扣一点分 今天因为可能没注意到,不过以后我会把这些资料做统计 反正你的资料每次来就一分 OK,那如果我说将来呢 我前面讲过,距离我越近的分数可能会越高 也许会给你1.2分,1.3分,1.4分 然后我会看一下,如果离我越远的话 我可能就是地减0.5分开始,0.5分,0.6分 好像最远就0.5分,0.6分一直可以推 OK,那不一定 只是说我希望呢,能够在成绩上有做一点区隔 不过,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你也不要坐我太近 尽量每个人的间距尽量保持在1.5公尺以上吧 这样可能会是比较安全的距离 所以以后的话,看是要间隔,梅花座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样对防疫比较没有问题 这个只是一个细节 尽量,大家都是健康平安的是最好的 OK,那可能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然后,这个林文庆有了 有吗?没有 然后,张艺好像他有写信给我 邓光星 OK 这个有请假 所以今天大家都来的还蛮踊跃的 好,第一堂课,好的开始 我是建议,将来如果说你们要做类似这样的应用的话 其实像这种东西,真的不困难 主要就是利用什么?利用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新增更多Google表单 就可以做到你要的效果 所以我发现现在很多连大企业 他只是要填一个资料到云端 他就不找工程师写,直接用这个东西就好了 因为填完东西,你也可以到自己的云端 自己可以做管理 而且将来呢,甚至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变Excel 也可以在到Excel里面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相当的便利 甚至呢,你这东西在手机上看,它会自动缩小它的版面 在手机上也可以填写 所以你可以,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配合QR Code 所以将来呢,如果你希望让人家也填资料 然后填完之后呢,你可以收集人家的相关东西的话 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有关Google表单怎么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结合GG.gg的那个缩转网址与产生QR Code 这样其实大体上,一般用途就非常足够了 比如将来那个什么,将来那个毕业的制作 其实最好有些东西也把它做QR Code 现在很多时候都手机嘛,那你用手机扫一下就好了 所以即便给那个很短的网址,你要加在手机上输入也是很麻烦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针对就是TQC的这个题目 它目前分这么多版本,2010到2019 然后呢,我们是讲的应该是这个等级,两期 然后后面当然还有更高,总共有四题 四题的话总共就是说,因为它一个类别总共会有40题 所以如果你考专业级的话,等于就是说你要把那个40题全部练习完才能去参加考试 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选这个类别 那就第一类跟第二类这个部分 那题目档在哪里呢?题目档其实基本上就在我的云端上面 所以你可以找到第一个单元 然后这边有题目档 打开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类到底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其实重点就是这样,第一类建立简报素材和放映技能 至少你会把一些素材怎么样放到PPT里面 另外的话也懂得怎么样让PPT去做简单的放映 里面当然有包含这些东西,怎么建立新的投影片 怎么版面配置等等这些东西 那另外还有什么背景音乐等等的,也可以需要这些 那第二个,这个第一类,第二类的话就是什么? 编辑跟美化简报,编辑美化 里面的话利用到PPT里面的那个相关的编辑跟美化功能 然后还可以什么?制定放映技能 前面是放映,这个是制定 可以让那个放映更加的有弹性 里面大概就学到这些 OK,如果你对于其他类 第三类、第四类有兴趣的话 第三类、第四类,那更多的这些 那相对的也就会更复杂 今天的话,至少我们开个头 就是说先了解一下 第102题,王晓明 小明,最近这个名字好像很熟悉 不然在哪边好像有听到这个名字 OK,小明最近很红 这个小明可能跟那个小明没有关系 好,那题目部分说明 就是王晓明刚进大学的时候 想要利用三分钟的简报 向老师同学们做自我简介 因为时间准备有限 所以他用新制图的概念 比如说他就是这样的表现方式 但是这样的表现方式 最后当然还是需要PPT来秀是最便利的 所以呢,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件是怎么样 请你先把那个题目档先下载下 那我已经刚刚已经下载到那个 这个我刚刚已经下载到这边 然后把它按右键解压缩 解压缩 按右键把它解压缩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102 有没有 我们一直到其中 其中以前就是做这十道题 一类总共会有五题 那为什么五题呢? 因为基本上如果实用题 我印象中只有考双数题 OK,不过这个是不公开的秘密 当然是说不公开 大部分知道的也会知道 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 OK,那至于会不会有变化 老公理论应该就是这样的规则 102,题目就给你了 他会给你两个档案 第一个档案就是这个 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一个文字档 就是王晓明、我是 有没有,这些东西 那第二个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PPD01的档案 所以呢,你们如果练习的话 就先把这个PPD01打开来 然后按照它的需求把它完成 OK,所以请各位稍微把那个 题目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再分别什么 按照这边有讲到 他说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做什么 这个打开 PPD01 对不对,打开来 那最后如果做完的话呢 你就把它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的话 比如说最后如果假设你这个PPD01 做完之后的话 他要你把它存成 另存新档的时候 把它存成什么 PPA01 OK 不过跟各位讲 将来你们练习的时候 不要存这个 因为第一类都叫PPA01 所以请各位把它改一下 也许就是PPA102 OK 然后再来就104 一直到110 然后后面就是反正PPA 后面加提号就好 可以把它储存 那这个就是最后我们练习的结果 那所以这边把它存档的方式 稍微说一下 底下的话就是他要我们做的这个 就是这几个动作 设计项目 从1到8 总共会有8个题目需求 那也就是你要把这8个动作做完之后 那我大概demo一下 因为我这边有做完的 其实他做完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可以把它播放 王晓明 然后好像他没有自动播 所以你变成要自己播 我是我有 这边有提示 然后自己要按一下 我能 所以他是一个 算是什么 一个自我浅介 我是谁 我有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是 知楚科 辩论社 喜爱浅报 我有 TQC 三次辩论冠军 然后分享热忱的心 是不是 我能 他说这边有没有 中打速度50个字 一分钟 OK 然后图像思考 创意表达 结束了 OK 不过呢 这一题练习之后 请各位就是说 当然我们这个变化题 也就是102的变化题 就是请各位把里面的文字 把王小明改成你的名字 然后呢 等于是你自己 把一些自己简介 把它加上去 比如说 我是 你是 他是知楚科 而且你可以把 我是中语 我原自中语系的学生 OK 几年级学生之类的 然后才会做一个 如果你将来 要做一个 这个简报的话 把它稍微做个变动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 网路上面的这两个 这个练习档下载 然后题目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